說話 我今天想講另外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我昨晚請一幫國內大陸來的年輕人 都讀書讀得很好的了 又是好像你那樣拿整個個 就是博士後再博士的了 博士後都拿幾個 那這幫年輕人他搞一個集體 我還沒得到他同意就不說 但是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理念就是拿中國分開 以前都說過了 就是拿中國分開 分開就是自己獨立自治 我說不獨立的自決問題 這個都不是關鍵 但是他們基本上 就是他想我遞封信給蓬佩奧 就是明白了 拿他們的理念 人家跟你差不多理念而已 不是差很遠的 實際上我們的理念 蓬佩奧李說到最後 就是好像你那樣說 是不是主權就是在民 所以差不多是一件事 他們就研究了一些歷史 就是那樣那樣 說應該分多少塊 那你都最清楚了 有些說分二十幾塊 有些分六七塊這樣 這個是將來都可以說不是問題的 就是精神 你對這個精神怎麼樣 就是分二自治這個精神怎麼看 分二自己管自己 分二自治 最後很明白 就是第一個我是很反對大政府的人 政府就越基層越好的人民 所以美國當時的聯邦制就是這樣解釋 聯邦政府應該不應該有這麼多權 應該就是管外交 管州制貿易 你籠州不要打在膠裡 你自己互相之間邊界 你不要有問題 其實當時這個想法 就是辛亥革命之後蔡惡 他們那些一群人 他聯省自治嘛 本來辛亥革命之後就是搞聯省自治了 就是大家都所有有大一統 中國這個大一統的觀念 是蔣家瑟的就是毛澤東死那麼推 就是中國當時我們也知道 就是教書的 一教就是秦始皇紀偉大 開始就統一 那所有的 他殺了幾個人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春秋戰國是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思想時代 大家都知道了 春秋尤其是 春秋有百多個國家的 中國是 百家 百家 百家是那些學術的百家 國家是百幾個的 後來並來並來並來 別戰國七雄而已 這樣都有十幾個國家在那裡 而且這些國家很有意思的 有些國家現在歷史上 大家就不看了 其實有些國家還是歐洲人 就是百種人那些人來的 就是現在就戶人了 這個慢慢講歷史 所以中國歷史上 中國有說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現在從元朝到現在 是不是已經執行了一千年了 是不是呢 宋朝那時就送了金三國 你看到後來就送了西夏 大宋都不是這麼統一的 是蒙古人下來 撒冷清光 後來蒙古人 沿了元朝 明朝到清朝 大部分人 這個所謂統一中國 最近一千多年 是外族統治而已 不是自己統治的嘛 所以當時辛亥革命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要搞聯省自治呢 跟這個驅逐滿清都很有關係的嘛 我們要立起自己各個國家 就是各個做一個聯邦制 所以這個事情 嚴家琪先生呢 想了很久的了 他在大陸的時候 就是中國要做元邦制 其實當時趙紫陽 都是同意這個想法的 就是中國政府不要搞到這麼大 中央政府搞下來 就是這麼大的政府怎麼做啊 簡直是很恐怖的嘛 所以這個想法是對的 分了之後成了怎麼樣的區域 歷史會逐步證明啦 但是我覺得分是趨勢來的 那你同不同意 就是歐盟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情況 是吧 它就是分很多國家 但是某方面它就合作 是吧 某方面就合作 某方面就自治 這個模式是對的 那美國跟歐盟那個有什麼區別呢 我想問一下 美國是從英國獨立 它十三個共和國出來的時候 它各個州有憲法的嘛 大家聯合起來這樣做 歐洲原來傳統就分開 美國就變成一個統一國家 歐洲原來傳統分開很多小國的嘛 就是你看看三十年戰爭的那些 歷史太長不說了 一直到兩次世界大戰 歐洲打得這麼慘 所以當時邱吉爾其實看出來的 邱吉爾提出來的 英國首次邱吉爾提出來的 就是我們是不是做一個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就是歐洲聯合國家 後來1948年就做了歐洲煤鋼聯盟 為什麼做煤鋼聯盟呢 因為對歐洲、中歐地方的煤 那些資源的爭奪 你知道歐洲所謂的打仗是英法德的 死因為他們各個國家搞一些聯盟 那中間的大約的爭議 中間就是對那個Alsat-Slorien 就是中歐那一帶 那些煤鋼聯盟是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煤鋼聯盟 成了後來歐洲共同體的前身 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 就是這樣 Globalization 現在全球化 各種全球分工是有不少的 大家有很多聯盟的 但是政治應該越分割越細 政治現在我們傳統人類的錯誤 在我看來就是將經濟聯合體 和政治聯合體混為一堂 政治我認為越細越好的 經濟聯合體它自然形成的 但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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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無關 這是我的看法 自由流通 自由流通 現在實際 現在歐盟的趨向 將來都跟美國是不是差很遠的 差不多都是那個差不多的東西 它現在都是好像歐盟的權力越來越大 就是那個盟的權力越來越大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呢 那時脫歐的時候英國的人說 30%的立法從布魯塞爾出來的 他說你一個未經選舉的歐洲議會 來決定我們國內的政策 那就越脫歐了 那我是覺得歐盟呢 他們很多社會政策 好像這個全球變亂啊 什麼等等那些 就是做得太 怎麼說呢 對各個國家主權剝奪得太厲害了 那美國這方面的問題另外 美國聯邦政府越整越大 聯邦政府現在佔了國民產值 就是30%這樣 搞到權力這麼大的時候 就干預了地方了 現在拜登還有這樣用錢 所以我是認為 美國就應該聯邦政府大大削減 在我看來 聯邦的僱員削減 8.51%的問題都沒有的 是 那要不要這樣說 我們要不要做一個粗的比例 地方的權和聯邦的權 應該用什麼比例 你覺得是適合的? 按照原來國庫的設計 聯邦是沒有權的 任何事務都是地方管 好像我們州昨天有 Janny就說 看了一條消息很猛狀 說我們州這個新選將 這個共和黨州長 就原來說他沒有這個vaccine mandate 現在他說 口罩、vaccine 他說他就不會去反對地方政府 去做這個mandate 很多保守派的鬼殺這麼吵 其實這個情況是怎麼樣的? 就是我們州長沒有權的 是院政府去決定的 州長叫他有得告的 地方鬼殺這麼吵 你的地方整個院要吸住口罩 扮住70多個院 現在好像我們全部 Virginia沒有了口罩mandate 但是如果一個院 他現在是這樣也不是說對人民的口罩mandate 就是一定要戴口罩 而是政府裡頭的辦公室戴不戴 那麼州長就沒有權力決定的 這個是對的 就是州長說我是取消了州政府的那些mandate 所以我是覺得權力 聯邦政府應該90%以上的權力都應該是人民在地方的 美國憲法第10條州的辦公室 就是10%左右 不要超過10% 你的主張就是不應該超過10% 可不可以這麼說? 你很難說 它哪一類的 第一個外交團 你沒有各個州有自己外交活動的 第二個是聯邦政府軍隊 就是保衛國家的國貨 是這兩個 剩下貨幣 貨幣要監控全國性的 是不是? 但是其他就不應該管的了 真的不應該管的 其他任何權力從人民身上剝奪 都要好像說到最終退休金制度 社交安全制度 你說我們計算了 如果我自己 那份錢給我自己存 我多拿三倍的 你政府不斷自己拿去用 只是那些行政人員就不知用了多少錢 是 小白 我再問一下 你認識這麼多民運人士 他們對大一統 和現在這種可以幫聯制 或者直接分開 獨立制 那他們怎麼看法 這些民運分子 我都覺得多數人 其實都不是有什麼看法的 我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很多民運人士那種 中共的教育 那些毒沒有洗乾淨的 很多事情 中共從小教育 大一統就給分裂好 統一給分裂好 為什麼統一給分裂好呢 加加個問號可以不可以 沒有人問的 所以我覺得多數人都沒有去討論這些問題 沒有想的 有些會想的 傾向是大一統還是大家分治 如果你問到他們 他們肯定是反對中共大一統 但是你如果一聽他們說話 說真的就是中國一樣 中國那樣 我經常說我們越港又怎樣 廣東 他們不會這麼想的 我如果說我們越港自治 他們每個人都會罵我 你怎麼這麼想分裂中國 一分裂中國是個罪名來的 那很多人都不想的 老實說 很多人就不多想的 不敢 覺得敏感 不碰那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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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可以多想的 是對華大平鑿 那麼 EB 你也有在任主意